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8号乌克兰炸了一部分的克里米亚大桥 它是一个2018年 普丁认为他收复了克里米亚 西方认为他占领了克里米亚 但是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建设 于是当10月8号他被炸毁了一部分之后 普丁就开展了第二阶段的对乌克兰的战争 第一阶段的战争它打的是传统战争 这个传统战争某一个程度来讲 它并没有动用俄罗斯最强的军事武器 但是在克里米亚以后 你必须说整个战争完全变成更加的残酷 之后它最重要的就是使用伊朗提供的无人机 然后炸毁它主要的通通都是能源的设施 过去凯撒林大帝 俄罗斯的著名的女皇曾经说 我们跟敌人打仗的时候 对我们最有利的武器是什么 就是我们永久将近五到六个月的冬天 这个寒冷的天气不是其他的国家能够和我们作战的 事实上过去因为这样的一个天气 俄罗斯的人可以生存 其他的国家的人不能生存 他们打败了拿破仑 后来也打败了德国 回头来看 现在俄罗斯正用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 它的方式就是让你动死 让你无法生存下去 到底破坏了多少设施呢 在两个礼拜之前 Zelensky说他破坏了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都修复了 大多数的人认为他并没有对民众说实话 而最新的报道 他已经摧毁了将近二分之一 至少左右的水电设施 而这些水电设施本身会造成民众没有电 那冬天怎么办 能够修复的 赶快修复好 它再炸 而每次再炸一次就更难修复 它就越来越脆弱 没有水 那你就必须饮用一些肮脏的水 很多民众因此就有了疾病 接着是他的医院 而如果你需要紧急开刀的话 都在一种非常克难 你就想象好像在占地里头的医院 是很克难的 在当地进行紧急的手术 那么很多人担心这可能引发另一波的难民逃亡 目前乌克兰的难民在国外的是七百多万人 在国内境内的 什么叫国内境内呢 就离开他的家园 因为他的原来的家园是战争主要的被轰炸的地点 所以国内的战争难民呢 也有将近六百多万人 很可能会引发另一波的难民逃亡 在境内有六百五十万人 所以整个BBC的报道说 乌克兰有将近数百万人的生命 未来受到威胁 而他们如果有疾病 基本上的医院也没办法得到一定的人道治疗 在这个时刻 非常重要的几个讯息 是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 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 那美国应该很赞成吗 美国不愿意加入 因为美国说 这妨害我们和俄罗斯的谈判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讯息的一个重大变化 美国知道这场战争 这样打下去 它很可能导致的结果 是非常大的人道悲剧 我们曾经为大家报道过 其实美国呢 拜登在其中选举前一个月 就开始派出了密室和克里姆里公 俄罗斯接触 虽然他们说是为了削减核子武器的合约 但纽约时报独家的报道 在白宫里头 Millie将军 就是他们的 我们称为叫参谋中长 他们叫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 Millie他说 现在是乌克兰战争本来最优势的时刻 它指的是那个时候 击退赫尔松俄军 或是俄军自己撤退的那个时刻 而这个时刻是谈判的最好的世界 一旦进入冬天 乌克兰人将会死亡上百万人 他举了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 他说一个好的将军 是懂得什么时刻要止战 然后和谈 那你如果不懂得止战和谈 在一次世界大战 就某一个将军就因此多死了两千万人 而现在美国显然是有谈判的态度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德国的明镜周刊 独家访问了前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梅克尔证实了过去 我们在文前的世界周报 多次向大家所提出来的报道 还在八月份的时候 去见了普丁 希望阻止普丁 不要入侵乌克兰 不要发动战争 而他没有办法阻止普丁呢 他认为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他已经宣布退休 所以在普丁眼中 他是一个没有权利的人 而普丁说 除非你可以劝阻乌克兰 不要申请加入北约 所以他下一站就到了乌克兰 见了 Zelensky 他也没有能力劝阻 Zelensky 这是八月份 那我说过好几次 时间表很重要 9月1号 Zelensky在2021年 飞到了白宫 见了拜登 拜登在那个时刻 他仍然是有权利的人 看起来他并没有阻止乌克兰 申请加入北约 也没有告诉他加入北约 我不会支持你打仗 我顶多给你武器 我不会介入乌克兰的战场 我们不会派军协助你 顶多是给你武器 甚至 Zelensky还误判认为 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 而这个讯息 当时其实梅克尔就已经 告诉了 Zelensky Zelensky没有把梅克尔给他的警告 放在耳边 这是最新一个德国民意周刊 非常重要的独家报道 纽约时报同时的也引用 那么目前的情况里头 Zelensky在国内 声望还是非常的高 但是该不该和谈这件事情 欧洲说该 美国说该 当然欧洲也有一些国家 就认为不该 大多数的国家认为是该 美国呢 不管说他该或是不该 可能国会议员说不该 但是白宫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 秘密的接触 在 Zelensky很明白地表示 除非收复所有的领土 就是连克里米亚都要收复 他绝不和谈 Zelensky在2024年3月31号要选举 选举有的时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 有的时候是一个可怕魔咒 这冬天会是生残酷的 产生残酷的产生残酷 已经开始下雪的乌克兰 部分地区气温预报低至设施零下20度 但真正的严冬还没到来 全国一忧五成能源设施 不是部分损坏 就是完全毁坏 多达一千万民众没电可用 这个冬季对乌克兰民众来说 是场生存之战 是为欧洲区局长这么说 或不担心的是 乌克兰的医疗系统 面临开战以来最治安的时刻 二军将医疗设施视为优先攻击目标 全国数百家医院和诊所还因缺乏水电 就连基本诊疗都难以提供 更谎论紧急和必要手术 也得在极为客难的状态下进行 世卫说要解决这些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结束战争 但这种攻击乌克兰的战略 带了带了生命的孩子 他在那里带来带来 一半天只要他住了 他住了一半天 他住了一半天 他住了两天 他住了一半天 他住了一半天 他们死了一半天 他们死了一半天 The British Ministry of Defence, Defence Intelligence, said that the Russians are using drones so they can prioritise medical facilities as targets of opportunity. And it's what the Russians do. Sir Ovekin, the commander, he was famous for this. When he commanded in Syria, they famously targeted all of the hospitals and medical facilities ahead of any other attacks, because he believes that that has a big effect on civilian morale, which indeed it does. So sadly we'll see quite a lot more of this, I think. In Kherson, they're forced to work by flashlight, as they try to save a teenager whose hand was blown off in a Russian strike. It's hard without an elevator, hard without light to get the child to the sixth floor, no water, no heating. Working in the dim light, doctors amputate the teenager's left arm. 10月8號,烏克蘭炸毀具有象徵意義的克里米亞大橋后,普丁展開摧毁性战术。 二軍10月10號開始,加強集中攻擊烏克蘭民生設施,超過一個月的密集破壞。 二軍估計已發射約600枚飛彈。 烏克蘭水電、暖氣和電線網路都處於隨時中斷的狀態。 民眾沒有暖氣和乾淨水,將更需要醫療照護。 但提供照護的醫療設施也處風雨飄搖的狀態。 民眾就醫更加不易,而且每新一波空襲過後,水電修復工作就更困難。 停電時間持續更久,公共危險也跟著增加。 Krishnan,你可以看到,它是很暗在我身上,在Dnepro。 這是甚麼它是在各地的國家。 根據英國的英國, 俄羅斯提供了70兵器今天。 51的那些被拘捕了,但這意味著19被拘捕了。 而他們主要被拘捕了,主要是能力的。 和乌克兰苏联时期电网互联的摩尔多瓦也遭受持余之殃 在俄军轰炸乌克兰电力设施下摩尔多瓦11月以两度大规模断电 总统桑杜谴责俄罗斯蓄意用黑暗和寒冷杀害民众 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政权 欧洲议会也因俄军空袭能源设施和医院等非军事目标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此举更多是象征性举动 至于美国国务院依旧拒绝比较办理 拜登政府认为会危急和普丁停火和谈的机会 不过现在看来团结一致 远污抗厄的多数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立场 在战争爆发前各国态度窘异 英国前首相强森接受CNN访问时 直接点名德发一三国 开战前不是不愿意得罪莫斯科 就是不认为吉府有一面 我告诉你一个状态的东西 对于强森的发言 德国总理发言人博斥表示 我们都知道这位充满娱乐性的前首相 总是对事实有独特的见解 不过强森也表示 俄罗斯开战后 这些国家的态度开始改变 体认到无法和普丁沟通 他们别无选择 必须统一缘无 而莫斯科借由攻击民生设施 希望饱受苦难的乌克兰民众 会要求政府投降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克夫暗示 民众受苦全是基辅的过错 因为乌克兰政府拒绝接受莫斯科的要求 而且乌克兰还先跨越红线 申请加入北约 泽文斯基在金融时报的最新访问中表示 俄罗斯破坏民生设施 不会动摇乌克兰收复所有师徒的决心 但进入严冬 乌克兰有多少民众会死于酷寒 活下来的生活将是何等残酷 气宿何时才能停滞